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美国矽谷银行的倒闭危机 现在持续在蔓延 市场也担心还会有第三家银行即将倒闭 投资人开始认定说美国联准会 现在已经不敢贸然的就大幅升息了 目前市场认为说在三月升息 一码的几率是最高的 不过高盛是率先喊出 在三月份恐怕是不会升息了 是不是代表FAT升息的拐点 现在是已经到了呢 另外矽谷银行倒闭引起市场的恐慌 但是美国财政部还有联准会 他们担保存户可以全数领得到钱 也因此激励美股电子盘出现了强谈 泰国在今天是开低之后 是往上来走高的 虽然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170点 不过在最后还是翻红 那么随着电子族群的一个止跌回升 大盘现在是真的已经止血了 还是出现了所谓的人道走廊 应该要先撤退呢 另外大家也关心台湾的金融股 会不会因此受到牵连 在这个礼拜即将要找开金融股的法说会 现在操作金融股 是可以安心去参加除全息 又或者是应该要以赚价差为主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陈微良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许峰璐 大家好 分析师纪伟明 大家好 以及金陵天下特派员叶芷娟 大家好 未来我们看到矽谷银行一气爆雷 现在大家也担心美国的创投圈 甚至其他国家的这些新创事业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现在大家等的就是 他们现在要召开联准会这个紧急的闭门会议 大家也在等待这个结果到底如何 对 这个联准会的闭门会议会在台北时间 今天晚上大概11点举办 所以这个我想重点一定是放在 是不是会设立所谓的防火墙 因为现在从矽谷银行的事件 至少它是一个算是单一个案 但是它会不会变成是 整个中小型银行的风险 甚至演变成整个美国 甚至包含全球的金融危机 这个其实就在于后续怎么样 设好一个防火墙 让整个事件能够尽快的平息 而且不要让损失或风险进一步扩大 我想其实联准会 连同财政部 还有美国联邦的存款保险公司 算是快刀斩乱 因为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告诉 矽谷银行的所有的存户 他们能够去提领资金 我想这件事情是最为关键 因为能够让大家 不要再去有这种挤兑的想法 我觉得基本上 这个其实如果从美国这一次的一个动作来看 他是希望说不要有更多 因为其他的类似规模的中小型银行 其他的存户 也通通比照矽谷银行存户 大家可能在今天都要跑到银行去提领了 这个当然就会造成流动性的问题 我们如果看到美国有这样一个动作 就代表他至少是希望 整个世界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所以期货盘后来就是上涨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在今天的早上 其实我们就看到美股的三大指数的电子盘 都是呈现上涨的走势 就代表至少初步来看 这个事件暂时是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可是也不代表说 从此就已经化解所有的危机 因为美国其实这种地区性的 中小型银行非常多 那矽谷银行 它也不是算是体质特别弱的 事实上它的规模在美国还排第16大 所以其他可能有些体质比它更弱 或者说比它体质更小的银行 也不能担保说后面不会发生问题 其实最近就有人预测 接下来很快就会看到 其他银行也会出事 包含就是著名的作者 富爸爸穷爸爸 这本著名的投资经典书籍的作者 罗伯特 他其实就提到第三家的银行 应该在近期之内 就会出现倒闭的消息了 而且他特别举例说 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 发生的几天前 也就是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 他公开接受CNN媒体专访的时候 那时候就预测会发生这样子的 金融海啸等级的危机 所以这一次 他也信誓旦然认为 美国这一次的银行业的危机 还没有结束 很快的还会有第三家 现在根据消息的来源 就是认为可能指向 美国第一共和银行 现在就是已经在破产的边缘了 那我们就可以持续观察一下 未来几天 是不是真的这家银行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中小型银行 会发生这样子后续的破产事件 大家也担心会有骨牌消影 更多的银行也都出现倒闭的情况 对 那其实如果讲到 像这种倒闭的现象 我们要知道 其实以细股银行 他最主要是做什么样的业务 简单来说就是创投的融资 就提供一些新创的中小公司 取得贷款 取得资金 其中如果以他的放贷的业界的 比例来看的话 其中科技业大概就占21% 另外属于科技的创业初期的 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比较新创型的小公司 大概也占到30% 所以合计起来代表就是说 中小型的科技业 大概就占他放款的比重 超过一半以上了 所以其实现在美国 大概有3000多家的业者 都极力在呼吁就是说 政府能够去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公司他把它 算是营运不多的资金 都存放在矽谷银行 或类似像这样子规模的 中小型银行 如果一旦他们财务出现问题 或者说资金产生缺口 那会导致连锁效应 也就是这些科技业者 他可能没办法 如期的去支付货款 或者是发给员工薪水 当然未来就不是只有 银行有问题了 连整个科技业都会发生 又面临可能清算 或者倒闭的危机 包含刚才提到 其实现在海外 也在关心这个事件 因为其实像矽谷银行 他不是只有在美国 有设立这个据点 包含在海外的部分 在英国他也有分行 还有像印度 德国 以色列等等 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英国的央行 也正在计划 要把矽谷银行的英国分公司 向法院申请破产 一旦如果走路要破产程序的话 势必也要去做一个清算 现在在英国的情况是 他的资产加重起来 也抵不过他的债务 所以在英国目前已经有 250名科技新创公司的执行长 代表他们的公司 也在跟政府呼吁了 致函给他们的财政部长说 这个危机很快就会炸开 所以希望政府能够出手 进行干预 也就是说比照 可能目前美国的方式 政府必须要承诺 所有的存款 必须要获得全额的保障 这样才不会产生英国的一波金融危机 这种影响非常大 如果说存款流失的话 可能会重创科技业 让相关的生态圈倒退20年 当然因为这些是属于新创公司 说实在 对于大型的科技业者 不见得有影响 因为他们也没有存款 放在这样子规模的银行 可是当然我想 其实大型的科技业 也是从小型的科技业 透过不断的创新成长发展来 所以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说 其实如果让中小型的科技业 就此可能就一夕之间 像是恐龙时代的灭绝 这种情况就是大家都被清算了 未来在英国的整个科技产业 它势必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落成 这个落差断层 其实就是现在希望呼吁政府 所重视的问题 当然这个部分就看后续英国 也是在这几天之内 是不是就会有新的一些政策宣示 另外在矽谷银行 跟中国这个部分的合作来讲的话 也值得留意 因为它是在跟中国的部分 有一家普发银行有合资成立 所谓的普发矽谷银行 那这个部分当然第一时间 已经对外做出了澄清 因为目前普发矽谷银行 它本身是拥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 也就是说 它的整个财务的状况 跟营运的内容 其实是跟美国的矽谷银行 它是切割开来的 所以不至于去受到 这一次风波的延烧 好 刚刚微量带我们看到 是这个矽谷银行一系爆雷 现在大家非常担心 美国的这个创投圈 甚至在英国 在中国大陆 都可能会因此被影响 不过现在大家也担心 就是接下来这个利率的一个部分 原本微量大家就说 我们看到这个就业数据 整个就业市场非常热 大家觉得通膨的问题 没有解决 所以在三月份 当时大家认为 有可能会升到两码 结果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现在升一码的升一浪 是已经最高了 甚至高盛喊出说 可能三月不会升息 有没有可能也因为 这一次矽谷银行的事件 变成美国这个升息的利率 开始出现的怪点 好 那其实追本溯源 矽谷银行事件的 根本的问题是在于 就是美国联准会 这种暴力式的鹰派升息 所以导致 因为短期率攀高之后 它的成本大幅增加 可是长期利率却压低 其实他们的收益 是来自于长期利率 所以导致这种 属于负利差的一个状况 其实对他们的营运 就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事件 一定会影响到后续 美国联准会的升息路径 其实上个礼拜 全市场几乎都还在讨论 或者说担心 美国今年的升息 我们讲这个目标要提高 而且时间点要延后 可是就经过短短的一周 其实这个重大事件 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 截至到今天中午为止 根据Fightwatch的观察来看 三月份升息一码的几率 已经大幅度提高到92.3% 超过九成了 上个礼拜都还信誓 大家认为说 基本上应该就笃定要升两码 现在从数据上面看 三月份看起来就是升息一码了 更重要是在于 年底的终端利率会到多少 目前几率来讲 最高的是4.75到5% 这代表就是 跟三月份升息之后利率 是一样的 这怎么回事 我讲给大家听 三月升息一码之后 现在预期五月份会再升息一码 而五月份的那一次升息 就会是今年的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升息就出现在五月 对 原本六月还要升息 对 本来六月还要升一码 现在没有了 不见了 然后最快预测是在11月 就会降息一码 所以利率又降回三月的水准 现在可能今年就有机会可以降息 原本大家都认为 最快也要等到2024年 没错 这个都是上个礼拜市场主要的基调 所以说计划感不上变化 所以联准会今年这种升降息的剧本 改了又改 其实他们也在市场的情况 来随时动态做调整 不过我们只要谨记一件事情 其实现在升息不论是剩两码或三码 其实慢慢都已经走到尾声 真的如果大家更在意 或应该要小心的是在于 联准会会不会有大规模的降息 以往降息的经验来看 比如说我们看到红色这柱状体 就代表是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的走势 所以往下就是降息 所以它所谓大规模的降息 通常都是碰到了重大 而且突发的事件 比如说泡沫或者是重大危机 它就必须要快速的降息 然后对市场注入大量资金来 或者是经济有衰退风险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市场会降息 对市场注入大量资金来挽救经济 但如果是所谓预防式降息 也就是说当升息结束以后 考量到因为可能现在利率水平偏高 未来经济可能有软着陆的风险 它可能会稍微调降个 一码 两码 三码 不等 但是幅度不会很大 而且并不是才连续性的降息 这种我们称之为预防式降息 如果是属于预防式降息 后面来讲的话 股市仍然有上涨的空间 但如果是大规模的降息 尤其是因为发生金融风暴或泡沫化 股市其实就会由多翻空 进入到更大规模的回答 所以我想其实到今年第四季 大家就要特别小心 联准会如果宣告降息 到底那个时候市场 是不是有重大的风险事件 刚刚委长 但我们看到美国矽谷银行 倒闭的一个事件 那么现在可能让美国联准会 原本持续升息的一个态度 现在是出现了转变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现在市场其实也非常的担心 那么在台股的部分其实今天也是开低的 不过之后却是翻红 而且是收高上涨了34点 这样的一个上涨 要请教风路 是真的说这个危机已经过去 是止血了 还是其实它是一个假反弹 真逃命 好我想刚刚未来给特别提到 这个美国股市 针对于这个SUB的事件的一个影响 他做出了探讨 那基本上我觉得就用这张图来说吧 只要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 撒钱 撒钱 钱撒下去事情就解决了 而且针对于整个 这个矽谷银行的部分 它其实占美国的银行 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很重要性的一个代表银行 它的一个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 而且它是面向于 美国本土的一个市场 而不是像过去大家担心像雷曼 它是把7000亿美金的商品 包装成2兆美元卖到全球 那个影响是不一样的 所以短期间之内 因为了这个事件 却导致于美国的FED 它要调整它的升息节奏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一个关键的一个部分 那既然是这样 那对照于台股来讲 早盘会不会怕 一定会怕 因为台北股市本来就比较浅跌 美股跌 外资在台股一定是先提款 那先提款再说 可是你看到 这一个是我们大盘的一个技术分析图 来 过完年跳空之后 恒在这里 只有上个星期有一些的一个利多 让它往上走假双效假突破 但感觉是真拉回 但我必须说 现在指数要再往上攻 一定会非常有限 我们上周也是这么提 再往上走 不管是你说的 2月的营收公告结束了 大概利多也都反映完了 直立率的股票 现在陆陆续续还有一些 因为还有很多年报没有公告 这还会有一部分的一个题材 融券我们说 融券的一个嘎空指标是创意 但创意其实也在前两周 有出现了一个中国的客户 出现他的被美国制裁的关系 所以他也让整体的股价稍微休息 但是他今天并没有大跌 融券这回补入日是上星期五 今天他没有大跌 所以我会判断 现阶段整体大盘 他要再冲高不容易 但会有个人到走 让你去做一个逢高做调整 人到走 需要大家赶快可以先撤退一下 我认为很多涨多的个股 因为这一波急跌下来 因为这两天 确实从上个星期就回档修正 你可以趁着他未来这几天 随着美国股市 应该会有机会直温反弹的时候 你去做逢高的换股 比方来讲 假设你是买在1200的创意 那你现在 他有机会再回到接近1200 你可以去做调整 当然如果你持股是那种 600块又800块的创意 你或许就不用急得走 这个是你在整体股市操作上 一个重点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今年的主流不外物 AI HPC 伺服器 还有就是车用 电动车 这四大块吗 对 主要是这四大块 政策题材当然还有军工跟储能 不过整体来讲 大家位阶都很高 所以适当的修正反而有利于 接下来行情的接续 这一些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 不管是AI的创意 市新KY还有巨有 你可以看到 最近高价股涨不太动了 这1000块以上不太会动 这100块到200块还在创新高 这个就是资金再去找 位阶比较低 价格比较便宜的 空间比较大 像这个是一度担任股王的信华 这也是伺服器的一个概念股 文印也是一样 好 这是高值率的代表 那我想如果说来到这个时间点 投资品我想要去布局 因为急跌这边来看 没有马上要去做头往下的风险 那你可以去找出来 位阶还相对比较低的 对 我们说到美国 现在大家很担心 就是矽谷银行 这个倒闭所引发 可能会不会引发这金融风暴 还有另外一个风暴 就是美国现在38季 因为暴风雪的关系 进入了紧急状态 那么加上马上 即将来临的四月份 四月份风路也知道是 熔雪季嘛 每年到熔雪季的时候 好像AM都会反映一波题材 没有错 如果大家去看 美国它其实在 每年的十月到 到十二月 就是冬季来临之后 它的一个AM市场 就会大幅的一个成长 再加上说 过去这两年 因为第一缺晶片 第二缺新车 所以中古车 它不断地进行翻新 所以你可以看到去年的AM三雄 我们常在讲 像东阳 耿鼎 还有就是提威锡 这是去年的AM三雄 他们从去年的五月 看到了这些的七级 股价就一路的往上狂涨 那是因为冗雪季开始 他们发现忘记到了 资金往这边做流动 好 但它涨了一波之后 已经休息很久一段时间 直到上个星期 有一家公司叫做 做车灯的地保 它股价居然悄悄的创新高 所以就引起我们的市场 的一个注意 再回过头来看 整体的冗雪季开始 你的一个塑胶件的东阳 这边投信其实有慢慢在进驻 板金件的梗鼎 也在今天有收下引线 而且股价它其实 营锁都有上来 那车灯里面 其实国内第一大是提威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技术位阶 其实除了地保 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是上个礼拜创新高的 不过你有看到 它有爆出一个巨量 爆出巨量留一个上引线 这就是我们说 如果下一次再到这个高点 你会怎么做 你应该是开了人道阻碼 那相对位阶比较低的 人道阻碼先撤退是不是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因为高档爆量 通常是比较出货的一个现象 就是上引线的话代表它是 有一些压力出现 对 有压力才会有人在这边先卖 好 那位阶比较低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像碰撞不容易发生的保险杆的 好 东阳你可以看到 它的二月营收这个非常漂亮 月增28.9% 但重点是年增38 所以这个是未来 它往上走的一个利益 再加上说 融雪季到了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陆陆续续就是 营收的一个成长期 耿鼎 那车身板金件 就像我们来讲 车门 对不对 它的月成长是37% 年增是73% 但重点它价格才25块 股价也在季仙附近 你看到没有 它们都是收了很长的下引线 对 好 那还有就像提维席 我们来看 它股价其实也已经横了这么久 这波指数反弹过程 跟它一点关系没有 一样回撤到期限 你看 这也是非常长的下引线 一样 营收虽然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它还是年增9.4% 旺季到的时候 那我想这些比较中低价位 而且它基本上去年就有获利的 那今年在经过整理之后 又来到旺季 我觉得会有部分的资金 在整体的车用的族群 轮动的过程里面 有部分资金回流到这里 反正在这边去做布局 跟大盘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 又具备有避险 然后未来又有一个题材 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个留意的 好 丰路带 我们看到是美国即将进入溶雪季 所以这个AM市场成了盘面上 大家可以琢磨的一个焦点 刚刚也有特别提到的是 东阳这家公司 那么当然是全球最大的 汽车维修零件的供应商 那要请纸绢带 我们看到 其实它的二月营收的部分 年增率将近四成 其实表现是相当亮眼的 刚刚讲到了 它的二月营收是创了同期的新高 那当然大家会想要知道 那原因呢 好 第一个原因 就刚刚像丰路哥所讲的 因为气候的关系 因为传统上 只要是冬天下雪的时候 车子容易打滑 那可能就会有维修的需求 这本来就是它传统的旺季 这是其一 那其二的主要原因是 在这边有写到的是 他们美国现在最大的产险业者 原本他们理赔的时候 他只理赔原厂的零组件 但他现在开始 他说我副厂的零组件 他也愿意理赔了 所以对于这些AM厂来说 当然是一大利多 因为需求量可能会提高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其实他们除了做AM之外 副厂的原料之外 他们其实还是有做 帮原厂做一些代工 他还是有做 那在这一块的部分 他们也直接说了 他们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 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 要可以一些交单给他们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也有提高 所以三重因素加在一起的时候 OK就看到了东洋交出了一个 还蛮漂亮的营收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说 我们要来认识 这个东洋这一间公司 一般我们其实过去讲过很多 以前这些隐形冠军的创业故事 其实也很类似 这三兄弟的爸爸 那时候创业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觉得在工厂里做手工 赚的都是辛苦钱 而且赚得太慢了 所以他那时候他就觉得说 好 那我要来创业 那当然创业是从一开始 骑着脚踏车卖东西等等开始 然后后来变成了塑胶厂 那他那时候从马桶盖 然后做到以前那种 骑自外前面会有一个 挡风的那个 也不是玻璃 挡风的那个塑胶片 那通通都他们做 他那时候做到台湾最大 好 那这个三兄弟 他们这个三兄弟 就接了爸爸的公司之后 做了分别做了些什么事情 老大基本上就是 把他们的这个塑胶的 这个产品先扩大 做到了全台湾最大 老二这个吴永茂 当时他做的事情是 跨出台湾 就是把他手上 擁有了这些产品 他从台湾先进到了东南亚 然后去到了欧洲 非洲 往美国走 老二去做到了这件事情 那同时他开始有跨入到 汽车就是现在 我们所认识的东洋 就是汽车的这个部分 那老三就是 现任的总裁吴永祥 他就是从这个汽车的部分 带进到北美 现在变成了北美市占最大 八成以上都这样 可是有一个故事 要来先跟他们说 一般他那个时候 吴永祥他刚刚进入 美国市场的初期的时候 其实他打的是一个团体战 他把台湾的这些AM厂商 一起带过去跟谁竞争 跟欧洲的厂商 尤其是意大利竞争 意大利的厂商 那时候要攻美国的市场 台湾厂商也要攻美国的市场 那时候他很骄傲 他说美国 以意大利来说 他们要开这个模具 一年意大利厂商 顶多开5具 了不起 但是台湾的厂商 一年可以开出100具 这样可以 100具 对 这规模差很多 所以他就说台湾厂商 我们开模具的那个时间 速度又比人家快 然后金额又比人家低 他说不到五六年 就通通把这些欧洲厂商 赶回去了 所以现在台湾厂商 在北美AM6 就变成了霸主 这是当时有一个故事在这里 但他也有说 他们那时候前进到交通 就是要做汽车零主件 那个时候 他说其实一台车在那里 他们也不知道哪一个零件 应该要去做会赚钱 所以他那时候 他跟他哥哥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他们就在那个饭店门口 就是说到美国出差 他就在那个饭店门口 然后就坐在那里 然后看路上的车子的状况 哪个车子多 他就开始记录 然后他就开始去想 这个车子 他们的补给率很高 他们就开始在想 那是不是就会有维修的需求 所以他说他那个时候 做完市调回台湾的时候 他一口气 他说要开发20种的品项 可是那个时候 预计要投入4千万的投资计划 对当时年一额 只有4亿的东洋来说 其实是还蛮大的一个风险 但是模具这个市场就是这样 你开发之后大概要回本 大概要五六年以上 所以其实它的那个 出境的门槛是高的 那你一旦你卡 位卡好了之后 你别人要再进来 就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霸主 一旦坐下去之后 你别人要进来 其实是不容易的 然后这是讲到 他当时怎么样成为 北美AM霸主的一个 地位的故事 但是到近几年的时候 我必须得说 因为那时候我曾经 自己去采访过吴永祥 然后去看过他们的工厂 指尖永去采访过吴永祥 对 看过他们的工厂 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们在房厂的时候 吴永祥就拿了一个投影笔 然后他也拿一个手机 他就在工厂里面 一直指指指 然后就会跟旁边说 他其实是要带我参观 但他看的过程当中 他就会跟他的员工讲说 这个产线 这个也不对要改一下 他就自己就拍照 然后这个不对改一下拍照 所以他那时候 也给我看他的手机 他的手机里面充满的 都是工厂里的照片 就他对于 他自己认为说 他对于工厂的优化 他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他说工厂就是要来创造利润 就是要拿来赚钱的 那我如果要跟对手做竞争 我一定要把我工厂的效率提高 我才赚得到钱 所以他认为说 工厂效率它比较重视 相对于接单数字 他说他更重视的是 整个工厂的一个优化 所以他其实真的有点走火入魔 因为很难得 会看到一个大老板拿手机 说来你看我的照片 他直接给我看 一直划 全部都是工厂的照片 他就一直要优化 一直在优化 这是他目前的 到目前为止都在做 即便前几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营运上有一些逆风 但基本上 他都是一直还在做工厂优化 所以就发现他的厂 有点像半导地厂 很科技 然后也很干净 有这种感觉 好 那另外再讲到的是说 他们 因为他是一个家族企业 爸爸创业 然后交给了三兄弟 但是其实这也是 传产里面很不容易的 就是他们还是走的是 专业经理人的一个路线 所以他现在家族经营的色彩 有慢慢的被淡化掉 他这边有讲到 他们准备要上市的时候 他们现在除了三兄弟之外 其实现在无家 亲戚 大概只剩下七个人 其实要把他们三人扣掉 所以大概亲戚只剩下四个人了 所以家族企业 已经完完全彻底的改造 那我也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时候吴永翔他是说 他很喜欢戴那种红色 非常fashion的眼镜 然后那一年的时候 那个苹果正红色那手机 新上市 他就立刻买了一支 正红色的手机 我说 董浩你一个男生 然后拿一个正红色手机 好像有点怪怪 他就说没有 身为领导人就是潮流在哪里 我就要先去尝试 他说我人是这样 他就认为他的公司也会这样 刚刚紫娟的我们看到的是东洋的故事 不过我们说到的确在车用市场 这个商机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连IC设计的益龙店 都要锁定车用来做布局了 我们要请这个尾名单我们看 说到益龙店的董事长叫做叶怡浩 他是工程师出身 而且说他每天的工作 长达14 15个小时 真的是工作狂 我们其实会讲到益龙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在产业里面 蛮特别的存在 所以一开始益龙店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本身是做触控IC出身的 触控IC这个东西 他很早很早就切入了 因为我们现在都很习惯 用智慧型手机 所以我们对触控面板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可是在当初触控面板 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根本就不知道 这东西到底要怎么应用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先从财务数字 我们等一下来讲他的故事 我们刚才提到了 他是做所谓的触控模组 而且是从比较 而且更厉害的是他抢下了 世界第一 这件事情是非常可观的 特别是他在毛利率上面的表现 他在2021年的时候 第三季毛利率是51%以上 真的很高 当时的联发科只有46.7%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很惊人 因为联发科 他本身作为一间IC设计的公司 他做的是纯的IC设计 可是问题是益龙店 他在做的事情 他其实有点像是 我把东边的料 跟西边的料 組在一起 我把它整合成一个模组 所以你今天一个整合模组的厂商 竟然比一个纯的IC设计厂商 还要拿到更高的毛利率 所以这叫做什么 翼龙奇迹 那其实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也会讲说 因为他的董作 董事长兼总经理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但是我们先看一下 回顾他过去的故事 在2003年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关于触控面板的一个小段落 他当时买下来一个叫CATEC 那这一个就是他切入触控面板的桥门 可是当时最大的阻碍是 美国有一间厂商叫做星施 他是全球的触控晶片的龙头厂 然后他现在翼龙一间小小的厂商 竟然为了要去突破这个困境 跑去美国说我要告你 我要跟你抢专利权 结果这个专利权 因为大家一片不看好 觉得你这么小一间厂商 你怎么跟人家大间的厂商拼 没有 结果以小博大成功了 诉讼大战大获全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义龙店 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市占率 抢下第一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他以小博大还可以胜诉 对 因为他们确实在专利上面 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在 台湾的IC设计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个叫做一举成名天下之野 让他成为了世界的触控IC的龙头 另一方面还有另一个 2009年他又对苹果 在打一个专利战 对苹果 他都敢打 那么我们最早的触控面板 其实是所谓的单指触控 你用两只手指头 你是没办法触控的 可是在两指 甚至是多指的触控IC设计 翼龙很早就开始研发了 所以他跟苹果打这个专利战 又打赢了 苹果最后拿了500万美元的 和解金给翼龙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翼龙店他在这个专利 在智慧财产权权上面的 竞争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 这个核心人物就是我们看到的 董事长 他是交大出身的 那他本身 你不管是在做理工科 还是你在做研究员 你本身就是一个 很高强度的工作 所以工作狂这件事情 非常的理所当然 你每天上班时间 14到15个小时 代表什么你除了吃饭 睡觉 其他时间都在工作 我认为 其实每个人 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是这一个董作 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他的思维非常具有前瞻性 他的想法不是说 我要拼命做拼命做 然后把工作做到死做到满 没有 他的想法是 我今天要怎么样 在现在有的市场里面 再去做进一步的突出 所以他自己也讲了说 确实他们在以前的成绩 非常的好 但是他并不自满于 这样子的成绩 因为一旦市场开始饱和了 竞争力就会开始下降 那公司的成长性 却会受到限制 我认为 刚刚我们讲的这样的思维 就导致了翼龙店 他可以持续的高速成长的发展 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也导致了说 翼龙店在最一开始 2021年的时候 股价大概是100块钱 直接翻倍赏到超过200块钱 是 这件事情我们认为 也没有说是非常 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么他的重点就是 他会留意新的产品 因为他要跳脱 所谓的杀价竞争 但你一个产品开始成熟化了 中国的厂商就会进来了 红色供应链就会进来了 杀价竞争 现在翼龙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翼龙店不想嘛 所以他才能维持这么高的毛利率 所以我们现在最近 不是大家都很喜欢讲AI吗 其实翼龙店在2018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投入在AI的发展上面了 四五年前就开始了 没错 到今年大概已经是第五年了 这个AI发展 他们在做的主要是在做车用 也就是ADAS的先进 这个驾驶的辅助系统 但他甚至本人还赞助了 3000万元成立的 所谓的人工智慧的学校 然后带着他们的整个主管群 一起去上课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翼龙店的老板 他们在之前有这么好的成绩 现在又要往车用去切 所以我们看到台股 在最近比较震荡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哪些股票 是我们可以去注意的 确实是有的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你说原本做这些IC设计的 都开始往车用市场去切 所以你看翼龙店 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 确实出现了一个 蛮不错的涨幅 一方面是因为反映了说 大家认为说整个 本业是所谓的 笔电供应链起家 已经看到了说 在一个底部 出在未来的不远处 所以股价就提前反映 那么另一方面 我们刚刚讲到的车用 车用的话 翼龙他在旗下 他在去年的时候 转投资所谓的奇美车店 大概拿了30%的持股 目标就是要干嘛 打入北美的汽车供应链 所以刚刚讲到的 这些AM汽车族群 又跟他有关系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翼龙他在这段股价 虽然有比较明显的涨幅 可是以技术线的形态来讲的话 他仍然是在年线下方 他不是最强的 那车用的这个族群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 网路的这一个卫星厂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看到 他有非常多的零组件 其中一个是 最近非常强势的台办 台办 很强 台办的话 他的最主要的题材 就是在做车用二级艇 他已经站在所有均线市场 没有错 他不只是站在 他均线整理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然后突破表态以后 就一路往上走 那么他在最近的 题材的公式上面 就是因为他拿到了 德国的车厂大单 这甚至可以让他 在未来五年的营运成长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什么东西 筹码如果在这个地方 技术线已经突破了 筹码又开始转加 这类型的股票 反而是大家就可以去做留意 那另一方面 最近也是非常红的飞鸿 245系的飞鸿 他最近在讲的故事是什么 充电桩 因为电动车的市场 大概从去年前年开始 就是大幅度的在成长 可是在基础建设上面 特别是在充电桩 这个地方的题材 一直没有出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飞鸿在去年 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 充电桩大概贡献他 营收10亿元 可是今年市场预估 要来到40亿 明年还要再翻倍 来到80亿 所以你在这样子的故事跟题材 以及基本面的动能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股价 一样整理 有没有 站上均线 突破表态 在那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筹码 已经开始集中了 所以这些大型的股票 他们要发动之前 其实都有很类似的模式 虽然我们对于台股 现在的走法 看起来好像有 蠻多的利空因素在 所以我们也不鼓励大家追高 可是在车店族群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是一个强者很强 你依赖的 仍然是一些基本面的题材 而不是说 我现在看到台办涨上去了 我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做蓬城 我要去做墙卯 这两间厂 他就没有接到 德国的车厂大单 你去追他干什么 你还知道看他的题材 没有错 所以我们在看到了 股票的墙是仍然要搭配 他有良好的基本面 那最后一个 我们可以提醒大家留意的 就是803的汉拳 因为你车用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连接线 那他打入了 美台日的车用连接线 而且他又同时 又有充电桩的题材 虽然他一样是在年线附近 可是这个地方 有没有很像 原本台办要不开始突破的地方 但在这个地方 出现了带量攻击的情况 而且筹码又开始集中的话 他们就有机会走出跟台办 走出跟飞鸿 一样的这样子的 技术线图的走势 所以我认为这些股票 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个 选股的一个留意的方向 好 刚刚委名单 我们看到是在IC设计族群 现在开始琢磨在车用市场 我们稍后回来 要持续关注的是在金融股 系股银行倒闭 真的是震惊市场 那么台湾的金融股 会因此受到牵连 在这个礼拜 金融股重量级法说会 要登场了 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